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43级 拆分版44级的案件 江户川柯南右拐世界 这是柯南粉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案件 最好还要收藏 以后每次看柯南不爽的时候 都可以翻出来看看 一眨眼就到了冬天 柯南已经在毛利家住了有段日子了 这让小岚十分好奇 柯南,自从你来到我们家 你爸妈已经去国外出差好久了 难道你不会寂寞吗? 不会啊 难道你不想他们吗? 不会啊 王丽大叔也忍不住吐槽 真是的 这什么爸妈 从来没露过面不爽 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 这是多大的求生欲 才能下这么大决心 把亲儿子扔掉 柯南暗道不妙 糟糕 江户川柯南这个人 本来就不存在啊 这样下去肯定要露线了 放心 再一千斤都不会露线 然而毛利露出了一个怀疑的表情 说要找阿丽博士 要一下柯南爸妈的电话 毕竟柯南本来又是从阿丽博士那里捡来的 柯南有点着急 就在这时 社务所的门铃响了 柯南他妈来了 小兰赶紧招呼 柯南快来见见你妈 正想着可以看到 一位留守儿童和母亲 久别相遇的感人画面时 柯南却表现出了叛逆的一面 你谁啊你 然而这位大妈却掏出了一张名片 自称叫江户川文代 是江户川柯南如假包换的妈 这让柯南吓得眼间距都失去了管理 怎么可能 江户川柯南这个人并不存在 就更不可能有妈了 要是毛利已经热情的将柯南送上了车 柯南看起来也狠 他看起来不是很高兴 车上柯南脸色一甩 冷冷地问这个大妈你到底是谁 大妈表示 我不就是你妈了 柯南表示拒绝 妈我是有的 但绝对不是你这德行的 没想到这个自称江户川文代的女人 淡淡说道 龚腾有蜥子对不对 你的亲妈 据说她美艳无比 能够迷惑全世界的男人 19岁就拿到大奖 20岁就隐退结婚 而结婚对象就是年轻小说家 龚腾幽测 不得了你都了解这么多了还敢绑柯南 女人对柯南的了解 全面精准的仿佛看了百度百科 这让柯南瞬间裂开 见鬼了 莫非他就是逼我吃药 让我身体变小的黑衣男人的同伙 你放心黑衣男人只有一个同伙 而且是这个德行的 柯南正想有所行动 但女人瞬间甩了一个枪口过来 并说道 呵呵呵 不要动哦 老娘要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只眼片语间 似乎已经承认自己就是黑衣组织的人 但柯南岂会坐以待毙 趁女人正在等红灯 柯南一脚踩上了油门 车子瞬间失控撞出 柯南就趁机溜走了 这让女人气得直喊 哟 你老娘抓住他 话说 你挂着空的 没踩刹车 是怎么一脚油门冲出去的 柯南踏到了一个小巷子 他想起自己前阵子在某案件里 用了龚腾心一的真名推理 于是猜测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暴躲了 让黑衣男人知道了 龚腾心一还活着 可惜黑衣男人眼里 只有他的老保时捷和学历 根本不记得你 必让人家背过了 柯南有点无助 话明一转 是那个自称江湖穿纹带的女人 只见她正在车上 和一个神秘男人对话 不会错了 他就是龚腾心 呵呵呵 没想到这货真的变小了 可是他跑掉了 放心 接下来他会去的 只有那个地方 另一边 柯南到了阿丽博士家附近 原来他打算去求助阿丽博士 其实你可以试着找一下米花警察的 然而柯南的动向 早已被那位神秘男人看穿 柯南没来得及跟博士说话 就被身后的文带迷晕了 总有人欺负我们老柯 后脑上没张眼睛 难怪柯南要报复这个世界 柯南被抓到了一座小屋的二楼 上半身还被绑成了麻花 他迅速查当了一下周遭的环境 然后开始窃听 房间外那个女人 和一个神秘男人的对话 只见房间的门上有个小洞 柯南竟然够得着 透过小洞 柯南看到神秘男人身着斗篷 背对着他 似乎在和女人商讨着 是杀掉他 还是把他上交组织的决定 就在这时 神秘男人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突然一个回头 直见男人竟然戴着一个 特别中外的面具 说着男人还慢慢靠近门洞 吓得柯南赶紧装运 看看人家这对背后的警惕 袭击真的要学学了 女人接着说 功能新一失去消息的那天 这个江户川柯南 就出现在了侦探事务所 此后东京就开始不停的出事 而且这些案件 被这个江户川柯南插手后 都完美的解决了 我想应该是那个药出了问题吧 听吧 神秘男人竟然掏出了 一板子头包 一板子毒药 哼哼哼 我们用这个药试试不就完事了 我正好带了点出来 男人表示 明天他们有个交易 他打算一完成交易 就给交易对象扶下手中的药 反正都是要弄死的 就顺道看看这个药 作用到底如何 完事后 就把他和柯南一起灭口 女人有点意义 可是组织说了 要把这小鬼上交做研究的 然而男人直接掏出了枪 闭嘴 你再多话 这里就会多一具尸体 这还真是勤酒的风格 二人冷静了下来 又开始商讨明天的计划 女人表示 通知交易对象 运回地点时 他用的是传统方法 时间则是明天下午一点 说着二人就先休息了 而这一切 被屋里装晕的柯南 听了个明明白白 此刻他不仅要自救 还要去解救那位交易对象 看到二人已经睡下 柯南开始了密室逃脱 首先他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个酒瓶 于是用毯子包住 将其砸碎 接着就用酒瓶碎片 搁断了手上的绳子 眼下就要考虑 怎样离开这个小屋子 可是柯南被关在二楼 不是很好跳 你可太谦虚了 柯南想先藏起来 于是一眼看中了屋里的冰箱 准备藏身时 他又发现地板有点蹊跷 第二天天一亮 女人就发现柯南不见了 于是十分着急 完蛋了 他一定是跳下去跑掉了 但神秘男人却十分冷静 不 他只是假装自己跑掉了 其实 小鬼还在这间屋子里 这样躲在暗处的柯南 吓出了一身冷海 因为男人完全说中了 情景要是真有这么给力的同伙 真是劳累纵横 说着神秘男人就掏出手枪 得意的打开了冰箱 然而结果令人失望 柯南并没有躲在这里 神秘男人一下子没找到 于是表示还是先去交易吧 晚点再找这小鬼也不迟 见到二人一离开 柯南就从地板下冒了出来 原来毯子下面有个小柱藏室 客宫堕藏 柯南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在屋子里搜索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翻到垃圾桶时 柯南有所收获 只见一张报纸上 被抠了几个洞 显然上面的字被用去写文字信息了 难道这就是女人口中的传统方法 于是柯南端详起报纸上丢失的字 这里面暗藏着二人交易地点的信息 只见缺失的字是 饭米大电花 重新排列的话就是 大米花饭店 大米饭花店 米花大饭店 接着柯南又发现 墙上的挂栗里 9月27日的数字有划痕 看来是有人抠掉了上面一层的数字 柯南稍加思考 立马判断出上面的一层的8月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30号 于是柯南来到了米花大饭店 可是这里只有19层 话说你从哪里转来的围巾和帽子 日本人真是执着 围巾都戴上了 都不考虑来条秋裤 接着柯南又发现 前台的储物柜也没有30号 就在这时 一对客人的对话 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亲爱的 我的钱包掉车里了 哦 我的车就停在42号 原来数字还有可能是意味着车位好 于是柯南来了停车场 一下子就找到了30号车位 上面停着一辆平平无奇的汽车 柯南正想看个清楚 车主就过来了 见状 车主身旁的小孩大喊 小偷 发辣又小偷 吓得柯南赶紧解释 你怎个凭空无人清白 显然 他们是极其普通的一家人 去他家拍一集都会窥吻 车子被开走了 这时 一个极其高档的男人 戴着墨镜 穿着风衣就过来了 只见高档男人看了下车位 就悠悠的走了 于是柯南也赶紧过来观察 只见车位上写了一个小小的E 和车位号加起来 就是301 显然这就是交易的地点了 柯南跟到了301号房 迎接高档男人的 果然就是那个戴面具的神秘男 就在这时 那个自称柯南妈的女人也出现了 躲在转角观察的柯南 突然被前后加急 幸好这时 柯南身边又是房门打开了 原来是一个小朋友 在和妈妈告别 柯南趁机混了进来 小朋友吓了一跳 又大喊小偷 自从柯南戴了这个帽子 走打的被当成小偷 由于小朋友看起来很好忽悠 柯南便说自己 其实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宇宙正代 专门追击一个宇宙级华人 小朋友震惊无比 反手就要报警 情急之下 柯南使了一招 变声达人 小朋友一看柯南竟然能变声 瞬间就相信了他的鬼话 毕竟蝴蝶结变声器 确实是超出正常人理解范畴内的东西 搞定了小朋友后 柯南向他借了电话 没过一会儿 神秘男子自在的301号房 一位客房服务生不请自来 他表示他是来送菜的 面具神秘男表示 那就送进来吧 反正也饿了 但女人还是有点担心 然而神秘男特别的凶 少废话 快点送进来 玩上后又很不耐烦的 把服务生小哥推了出去 快滚快滚 同步的打扮和无情的态度 吓得小哥一路鬼叫 看来小哥刚来米花不久 关门时 神秘男发现了门锁上的口香塔 这个小机关可以让自动门锁失效 神秘男淡定私下 反锁了房门 便转过身 突然对女人和高大男人说道 在吃饭之前 我要介绍另一位客人 说着就举起了枪 原来他已经发现了 柯南刚刚趁乱混了进来 女人先开餐车 但一无所获 神秘男冷冷道 哼哼 那这是正眼法 说着就拉开了衣柜 小鬼其实躲在这里 原来柯南趁服务生开门时 就在门锁上安了口香塔 随后在众人注意力在餐车上时 就推开门前了进来 男人得意道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柯南只好对他使出绝招 麻醉手表 捡我手表失去了反应 男人又得意道 你那个破表 在我抓你的时候 就已经被我动了手脚 现在只能看看时间了 哈哈哈哈 等到了阴曹地府 再来后悔小看我吧 宫头新衣 柯南两眼一黑 就告别了这个 很不幸 柯南并没有告别这个事件 男人手枪里射出的 只是一个西盘小飞镖 在柯南的懵逼中 三个大反派 纷纷亮出了身份 首先是面具男 不行了 我的表情管理 已经失控了大半集了 说着就卸下了装束 面具下是一张 宫腾新衣熟悉的脸 她竟然是 世界首屈意志的推理小说家 宫腾新衣的清爹 宫腾幽作 而一旁的大娘 则是洗衣机的亲妈 宫腾有妻子 而高大男则是安丽博士 假装的 原来洗衣机的父母 从国外回来了 本来想设计整一下洗衣机 来考验考验 她的应变能力 却从博士那里 得知了洗衣机悲惨的遭遇 和令人担忧的近况 于是只好决定 照整 又做到 你这个优秀的孩子 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哦 然而千言万语 都已经挽回不了 老父亲在儿子面前的信任崩塌 柯南这才意识到 原来他躲在小屋里地板下的收藏箱里时 老爹就已经发现了 功德优作告诉柯南 其实他的中二扮相 就是他最新发表的小说中的角色 暗夜公爵的形象 只是没想到亲儿子 都没看自己的小说 优作提出带柯南去国外生活 离开日本这个危险的国家 你要这么做 世界上又要多一个危险的国家了 优作表示 他在上头有人 可以请他帮忙调查黑人组织 这样一来 拿到变小药物的解药 就只是时间的事 但柯南拒绝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们不要插手 说着就想到了小兰 而优作也不愧是亲爹 一眼就看到了柯南的脑补气泡 他表示能理解 于是同意在柯南没有危险之前 让他继续留在米花 看来我大勤求终究是镇不住人啊 画面一转 游戏子扮回了江湖山文带 把柯南送回了侦探事务所 知道毛利有点崩溃 夫人 这很难办啊 养柯南 很费人啊 于是游戏子送上了一本存折 上面是柯南一千万的奶粉费 而不 抚养费 这让毛利孝竹掩开 立即表示 没关系 柯南尽管跟我住 像一辈子没有X生活都没事 于是老柯住回了事务所 最后 玩得很开心的龚腾幽坐 坐上了飞机 正盘算着接下来的美好旅行 突然 一群出版社的爷们围了过来 大喊催稿 原来幽坐是脱稿出来的 而柯南透露了二人的行踪 给报社 让二人的旅游计划 彻底泡汤 一座报复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生了个孩子 除了拿来玩之外 偶尔也要关注一下 孩子的身心健康 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和治疗 这就说到这了 谢谢观看 再见